也不会因为有些人跟我的距离很远 我要去抓紧他的距离 我去遭他 这些就不是作者了 是没有了原则的 你等于毅康 我不改 他的原则 金融我要改几十次 他的原则 所以我当然有原则 他听了你要改 他比金融少了 一说是青城山的道士 为什么你全部写青城山是不是奸 我对不起对不起 我要改 我觉得 茶叉大可不变 青城山的道士问他 为什么你的小说的青城山的道士坏 他写而已 我回去改 毅康大不以为 很多人不明白 不以为毅康是为金融打工的 其实不是 毅康从来没有打过金融的工 毅康对金融也不是8%的差骑 他没有的 他清心说他什么要改 广泽读者的意见去修改 他是不是傻了 你作死你自己的东西 你写得沙射不会自家要改 否则你写得最好 很多人批评你 他就要改 他都不赞成 所以我欣赏危行他的人格 他不会因为你是金融去参与你 他都跟我说 好 不主动找金融 金融有事找我 他请我吃饭去 我又很少请他吃饭 他有很多次我为什么要请他吃饭 他说了什么 他不是查很多人以为金融 当然 毅康不是 反而有很多地方都跟他仰掌毅康 他一个人在那个名部 富翁写了三段 他两段就武俠鼠鼠 一段是沙涌 后来就散了一段 武俠就写 为师律写了三段 要仰掌他 撑住 不可能靠金融一片 对不对 没有 毅康没有拆金融 很多人都拆金融 你整天错了一件事 以为大人或优扬 你下来做朋友 你哪有拆子 是有 但绝对不是毅康 也不是沈西成 知道吗 很多人说 你这样子 你帮着毅康拆他的鞋 你毅康在心的 小义有没有拆他的鞋 就是佩服他写了 写这么多 是有的 但佩服不是去拆鞋 毅康一定是对的 我都说过 我都对他顶件 最简单 他说他的女哈克木兰花 是没有受到 女非察王恩的影响 我不同意跟他辩论 对吗 很多人认识的 当然了 有饮有食 有得玩 当然很多人这么想 事实又不是 因为为什么 现状那里玩的时候 他的女朋友也在 他亲眼目睹 是大概一段小义去 不是小义去的 有人静在里 不要这么想 你和我家伙 我会不会是这样的人 是不是 没有冤枉 但是我们没有冤枉 是佩服他 写作的奇才 是有佩服 值得学习 但不是说 刷鞋 帮他 我亲眼见到 这些人 有个很出名的主笔 《星道日报》 不开名 我坐在那里 看到毅康 那张面词人用过 他来做真創 即是面词人 是的 这样 相当有创意 大哥 我亲眼 不是用奇景 没到的 这样都做得出来 这个人就是大陆来的 内地来 文化人 后来就做了《星道日报》 除北 都可以这样 那些真是贋鞋 哎呀 我还要回到几年 那安丰盛 看得多 看得很多 知道吗 危恐事 这些是做特首的材料 大哥 还有啊 还有啊 那只标 四百多万卡组 个人猜这只标 五万 十万 十二万 结果他看看 哈哈笑 四百五十万 为什么 那些人是安丰盛 绝对不是沈西成 我告诉你 是不是 做人为什么要这样 我告诉你 是谈得不慢 圣情相禁 大家上海人 玩在一起 是不是 大哥 他叫我 不要笑 去他的家 我会主动 他去他的家 我会主动去他的家 我会主动去他的家 为什么 我又没有去过你家 是不是 我不喜欢他 他的家 是不是 很多人不明白 有些人说,他跟他没有来往 因为那几人 不是很欢迎我跟他来往 但大哥的心意 是相同有电话联络的 对不对 很多人不明白 因为我拆他鞋 被他过身 你问我,我说回真的事 我不是说大哥全部正好 我又不是说大哥 大哥是个人 人没有原因 做朋友 你觉得有高低之分 你跟他一起,当然是黏着大哥 你沉济姓,你臭小子 当然找大哥 我说可以这样的 大哥不是这么容易 让你找着好人 是吧 联过鬼,他找着好人 他不合谈,他也不错 他不会主动找你 你想黏着,就不卖 没有的,有很多人 你怎么知道他跟你写什么 不是啊 他心里明白,我不做这些事 如果我做这些事,我会做生意 我跟老板做建筑,我发达了 大哥,我需要写作呢 我成大,所以他都说我不强求 所以他跟我来,因为我不强求 起码我不会找你,但我不强求 做人,不要这样 有很多中国人,为什么不进步呢 你黏着他,他找着好人 因为他是名人 相反,你两个都是名人 他就不会说是你 如果一个是名人,一个不是 你帮他做什么 当然是赤数,他有名字 中国人是这样的 日本人不是这样的 所以日本人的质数真的比我们中国人高很多 不会这样看人 你中国一看就看你穿什么衣服 有没有钱,有没有名字 对不对 最可悔了 但有什么办法呢 这个世情就是这样 好像大哥那样 有些人说 为什么不请丧礼,我们追到 追什么 他病的时候不见你们,要追到他 去爱护他 死了那些人,去扣头 去爱护了,有什么用 人都走了,花灰烧了 这不是魏汉 你做不做到 没有什么人做到 有什么喪毅,有什么鞠躬 死了的人,什么都不知道 去了星头鬼之下 刚才不需要这样 他要连接这些人就是 他要做的事 去杀害 以身杀害,是做到的 没有去魏 不应该赚钱 应该赚钱,就是跟你讲家 对 他有名字,高费要高 没有,我的名字还有一样的稿费 但现在是这样的 全世界,香港一样 你不成名,10万千钱 成名最多12万千钱 50万千钱就不行了 为什么呢 魏汉就是打破了这个承规 喂,我可以 我还不问你拿钱 应该拿的,他一定拿的 不应该拿的,他不拿的 不一定啊 他也跟我说 哈邦要做这个作家贤会 他笑的 他说,我们唯一唯一玩就好了 为你来争取权职 是不可能的 稿费,结果行不行不通 你要跟人说稿费,你才笨 你的实力 你真的可以 他不加你,你可以争取 对吧 不过老实说 在香港的地上 你写得多好都没人输 这么加告费给你的 你问一下香港书费 减美告费就差不多 香港书费玩了 知道吗 你写得好就没有 我试过被人走费 是的,他不会加给你 他觉得我给你写 你一个地盘,我给你面子 我给你知名度 这个就是邵逸夫的理论 我找你拍摄 一个你啊,大哥 你有明天,你出去赚钱 这样,怎么样 即使罗宾都是这样 没有一个人是很高告费 好了,你有名,他给你 你平平,他不会加你告费 大哥,你打份工 你也有什么,加2% 有商量,告费是没有的 还有,你现在上班 他找你鱿鱼 都会通知你一个代词 写稿佬,现在都是这样 不要写了,那你就不要写了 没有多一个月的 没有保障的 写作是很惨的 你知道吗 明白吗 哪有主动,就算你聪明 他都没有主动加稿费给你 最多是叫他继续写的 你明白吗 没有的 你说东方怎样 东方很好 稿费出商量 过年多一个月 所有全港报纸赚钱 都没有这一回事 所以香港的报价其实是不健康的 你有没有听人说老板主动加你稿费 到你讲稿费差不多 便宜点 对不对 好像社助人真的很惨 就是你兴趣的 对不对 那么多年 是只有一个人主动加稿费的 这个人叫雷波 你有没有听过吗 知道,今夜报的 明晚 明晚 明周 主动加你稿费 你做不到我可以 我为什么多了阿波 不是,你已经可以了 我永远记得雷波 没有啊 你怎样是好的编辑 读几多书 没有这些人情细 雷波 我跟他做的 设计那些 模特儿 陈国二、周德辉那些 访问 他做得好 本来是1200元 那些老婆有2000元 为什么 波哥是不是给了我 不是 你做得辛苦 你说你想不想 厉害厉害厉害 人家你写了 努力了 我们说你不炒我 要让我写我已经很高兴 写高的就是这么惨 没有地位了 他居然加给我 那人是我的年轻而已 你怎么会不记得雷波 对啊 有你不是啊 不不不 是谁人都会写 为什么要加稿费给你 你想想 对吗 所以 魏康是为我们写作 怕价值的人 出了一口气 他对你讲稿费 跟你争取稿费 他自己要争取 但是又不是人人做到他的 他有把炮 他独特 他的科技说你不懂得写 但他懂得写 你写杂文 谁人都会写 为什么要加给你呢 杜记也说 还有一个是 讲稿费的 要钱的 杜记是对的 他做到的 我要这么多 好像他写一本书 200万人予给 关你什么事 他拿200万什么什么 唉 你写作 他设法 给他多些钱 他当明星你红了 是不是 他本来100万 现在要400万 你都要给他 就是这个意思 对不对 公投 他写一本 传记 200万稿费 那些人就吵了 为什么要为他 为什么要拿去赚钱 我觉得奇怪 他不赞你给他 你叫人家有侧理 你赚 不许他不是作奸犯 为他杀人放火 对不对 对不对 为什么要让这个人写 你什么事 你说我说对不对 扔心扔肺 我觉得很不公平 他人肯被200万 因为他要淘汰 没错的 我们没得事 没有的 你说我给你赚 两万人你都不要 是不是 你这些没得妒忌 谁不要 你叫我去赚钱 大佬 200万 有钱 没得欲 对不对 那些妹妹说你不要赚 这些不应该赚 你怎么搞错 你对国家离开关系 没有影响 为什么不可以赚呢 对不对 不是这样的 好像作家应该是窮的 你不认过 真的不认过 你被人走稿费 大把 试过 以前的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走稿费 要护水 要护水 我告诉你 你怎么会被人走稿费 不给你 不是 那时候跟我杂志 那间杂志刚刚新开的 搭上搭 然后又 总之 第一期有第二期又不见了 就是这样的 我也试过 这些东西 你有一些名字好处 它一定给你稿费 但是你加稿费 possibility很低 但是它不会走你 你没有名字呢 就例如走 等于 很悲哀 写东西很悲哀 为什么 第一期又是第二期 猫 中草 没人说 其实大哥 是为我们 写字架的人 赚了一口 我们应该歌颂 有一个艺康 我可以跟你讲过很厉害 我们做不到 都有人做到 他个个都站在这边 喂 我看了他 危行和逆书 没人敢这样 这100更多精彩的节目 等着大家 出本重温 声音下载服务 年费1000元 请职订购支持